不設虎習班招牌 都是直接用名師的名字 台北市教育局強制實名制 難道連招牌也得更改嗎 他的班名本來就是 用那個來去設立的話 其實本來他就不需要改變 如果招牌是立案名稱 不需要更改 但是未來如果像這樣子的 宣傳DM以及廣告 都必須要標註本名 補習班公布的課表裡面的 老師的部分也是一定要用 真實的姓名 那他可以刮胡畫名 沒有問題 不止台北市政府強制實名制 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 也都要求補教老師得揭露本名 因為真的大多數的補教老師 都是用以名 像是近年爆紅的歷史補教名師 呂傑 本名叫呂建峰 教國文的吳岳 本名吳姬倉 數學老師沈賀哲 其實叫做沈洪志 另外還有教英文的名師 菲哥 徐薇 劉毅 還有李琦 也都是用畫名 我贊成是名字 非常的支持 把名字改掉嗎 台北市補教協會強調 願意配合推動實名制 但還未修法教育局突然宣布 讓他們質疑法員依據 目前已經在做招生期 其實很多的文宣都已經做好了 那你現在忽然告訴我們說 要開始即日開始實施 那這即刻開始實施 法員依據我剛講過在哪裡 台北市補教協會說 實名制變動相當大 招生文宣更改都需要經費以及時間 希望政府能給予一些緩衝時間 對此台北市教育局回應 將給補習業者三個月的時間去改善 未來如果業者不配合不改善 最嚴重會撤銷立案 介爾鴻西語網越方SNG小組 台北報導